這樣的條件的話 那在Excel裡面的函數該怎麼做 這邊的話那當然有合格不合格就合格不合格也是一樣 插入函數裡面 IF 如果有沒有什麼呢按確定 這個時候邏輯 這個什麼邏輯呢 銷售額大於 大於什麼大於20 可是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這裡只有一個格子 那我怎麼輸入兩個條件呢 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你可以搭配一個叫AND的函數 AND 這個AND就是 而且 兩個就必須要同時成立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直接自己打AND 前刮弧 然後第一個條件 鬥點 第二個條件 這個 這個大於8萬 然後後刮弧 這樣就兩個條件 如果你要第3個條件怎麼辦 沒關係 再鬥點 然後再做第3個 再鬥點第4個 總共可以做幾個呢 255個 不過應該沒有人 這麼 這麼那個吧 頂多大概 兩三個就算差不多了 OK 這第1種方式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方式 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方式 怎麼講 有時候會做錯 你第2種方式 用前面的箭頭 我講過 在函數裡面 還要再加函數的話 你可以 在前面這個小鍵頭 點一下 然後選擇什麼 因為他是邏輯 所以你找到那個 邏輯裡面的AND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AND 放在這個格子裡面 並且跳出這個邏輯 那邏輯你就 點第1個 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邊 也有 公司會自動跳出來 大於20 第2個條件的話呢 銷售量 大於 這個 八 十百千萬 OK 那當然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告訴你 1到255個 所以當然2個就夠 按確定 不過確定完之後 他會跳出公司錯誤了 那是算正常 因為我們後面還沒做完 就按確定之後 你再把游標 切回到1幅 再插入函數一下 他就跳出來了 這一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你有時候 太冗藏的啦 你自己打有時候 我覺得還是容易打錯 你不如藉由這種工具 然後如果一觸的話 假設你就給他合格 就是 優或裂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打一個優 反之的話呢 就是裂 OK 另外的話就裂 按確定 再往下填滿 這個部分就完工了 當然呢 如果今天 你希望把它改成一樣 我們前面就是一個按鈕 VBA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制定函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 比如 VBA 旁邊加個按鈕吧 按下去 自動幫我做出來 制定函數 插入一個什麼函數的時候 剛剛這個工是這麼長 制定函數就簡單 制定函數 兩個格子 一個他要兩個資料就好 一個資料什麼 你的銷售量給我 你的銷售金額給我 我就給你優惑裂了 這樣會簡單許多了 不然的話很多人 看到if 然後看到and 就頭痛了 因為 不熟悉 但是如果制定函數就簡單許多 OK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那等一下再來看後面